有同修问 请问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是否两条不同的道 一个修行者学大乘之前 必须要经过首学小乘的课程吗 比方说自立立他 一个人想要帮助别人之前 就必须首先得到自立 这个当然问题也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在猜他的意思 所以我在用这样 如果不是没有回答的话等一下再说 四尊时代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的教法本来就没有大乘小乘 没有大乘小乘 那由于佛弟子发心的不同 他的每一个人信跟愿 比如说有些人就讲到说 我的目标就是要像佛陀这样的解脱 我就很满意了 那这样的就会我们有被人家称为小乘 那如果说像我们是发心说 我们不但我们自己要解脱 而且要帮助所有众生跟我们一样都解脱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称他为大乘 就是说不但自己要得救 还要救所有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自立跟立他其实呢 是因为发心不同 自愿不同 自愿不同 OK 那再过来自立跟立他是一物的两面 他是互相增上的 立他你也可以自立 对不对啊 那自立了以后你就更有能力可以就是更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自立立他自立立他 他是一物的两面 那我挤个例子来来跟最简单的说 就是说你以立他行来削弱自我为中心的我值深陷 这不是就是你要自立最好的方法吗 不是吗 你用力他就是专门都想到别人 为别人着想 处处去帮助别人 你这样的话就不 你的自我意识就越来越低嘛 不要什么都是我呀 我呀 我呀 对不对 那你的我就越来越小 是不是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自立呢 就是你要修行自立最好的方法就是 去想办法 都是为别人着想 都是为众生着想 对不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提一个例子 所以自立跟立他能不能切割 自立全部都是只有立 不是 因为自立 然后你 我越小 你就越愿意发心帮助更多人 所以自立了以后 你有立他 那立他以后 你又你的自我又越来越来越更缩小 就觉得说 哎呀 我真的不怎么样了 对不对啊 不要把自己看得有多重 那这样的话 你又可以缩小自己 然后缩小自己以后 你就更愿意的被人 所以自立立他 自立立他 有没有哪一个单向的 都是都是 就是two direction 好不好 就是自立了以后 你可以更立人 立了人以后呢 你还可以提升自己 对不对 这个是自立立他的说法 那我就讲到说法 无定法 有哪一部经 或者哪一个法 是应该被称为小城的 有吗 就以刚才第37经来说 你说他是大城还是小城 没有一部经 佛陀讲的东西 只要不违背远俱法 只要是佛陀讲的东西 没有一部经是小城的 也没有一部经专门大城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你说刚才那个 不跟人家争的事情 那我们大城的这个念佛人 能不能用 可以用啊 所以你要讲说 那个是大城还是小城 没有 没有一部 每一部经都可以 好 那这个是 所以我才讲到 只要不违背远俱法的 基本上任何的法 任何的经 你都可以学 好 都可以学 好 再给我也是 我们就挤了这个 妙华莲花经 就华华经 他有提到 就是很少经提到小城 但是在华华经里边有 有提到 但是在做什么状况呢 就讲这三车比喻 车啊 就是Vico你知道吗 就是Bot 或者Ship的意思 那就是印在了容器 就讲到说 所以佛陀在讲 网华经的时候 有一个批评的时候 不是讲到说 有阳车吗 有路车啊 有牛车啊 那他就是 有些人就讲到说 这个阳车就是讲小城 路车就是讲圆节城 就是所谓的批评佛城 那这个牛车呢 可以拖更多人 所以叫做大城 那这个是 当时就有这个样子 但是呢 其实呢 伯陀要讲最后要讲最后他讲说 有没有真的大城 中城小城 没有啊 因为所有的这些城的这些人 最后都是要成佛的 所以最后都会变成大城 最后都变成大城 只是一开始 他心量很小 他就跟他讲说 哇 做佛要三大阿僧起结 有些人想听了就昏倒了 他等三次阿僧 不要不要 你告诉我有没有说 当生就可以有解脱的 就跟他讲 有 你当生可以成就阿罗汉国 你就解脱了 他讲说 这还不错 这个可以学 那等到你 他成就阿罗汉以后 你就跟他讲说 你不能 你不能只有想到你自己 因为有众生 也一样跟你有痛苦 你难道 你眼看着人家痛苦吗 所以就教他有悲心 所以才一步一步 就把他转成大城 所以佛陀就讲说 实际上 他又讲到 不是讲到说 真正说起来 都是只有一层 没有什么二层三层 再过来是 讲到妙法来经 还有讲这一段 社利福 若有众生 内有自信 从佛世尊 文化信寿 殷勤精勤 但是他的花心是什么 欲述出三界 自求内藩 那佛陀说 像这种花心的人 这些佛弟子 就升他为 升文成 这样懂吗 所以他也没讲小成 他只能讲 他这样升文成 他说如果有众生 精勤精进 自求自然会 然后乐独善己 就是辟赐佛 辟赐佛最喜欢到 这种辟静没有人的地方 他尽量不要跟群众接触 所以像这种人 乐独善己 这种人 也是佛弟子 但是这个叫做辟赐佛成 就是尽量不喜欢跟众生接触的人 他说如果有一些人 他喜欢真的跟佛得到一些一切智 佛智 自然智 无事智 这无事智我们要讲一下 无事智就是说 不需要有佛陀来开示 你就可以误入延期法的 这种叫做无事智 其他的像得利福 穆建人 都要佛陀开示以后 才误入延期法的 所以这种人 不能叫做无事智 没有无事智 所以只有谁才无事智 只有佛陀才会无事智 所以他们 我们所谓的上座部 上座部的福地子 就是我们讲的是南传 我们有人讲到是小长 他们就讲到说 阿罗汉跟佛最大不同是什么 因为佛有无事智 阿罗汉没有无事智 所以阿罗汉一定要靠 有佛陀来讲经说法 开示以后 他才误入延期法 懂吗 所以阿罗汉跟佛就不能平等 因为佛有无事智 所以他说 会泯炼安乐无量众生 利益天道人道的众生 杜托一切 这种佛陀在这里是有提到大成 就讲说他心量很大 不但自己要解脱 还要帮助所有众生都得解脱 他说菩萨求此成的名为摩赫萨 刚才下课的时候 有一位同学跑来问我说 为什么讲说菩萨 还有菩萨摩赫萨 就在这里 摩赫萨就是大的 大心量的菩萨 像谁呢 观音菩萨 像地藏菩萨 这种叫做摩赫萨 叫菩萨摩赫萨 摩赫萨就是大的意思 摩赫的幻文就是摩赫就是大 那所以叫做摩赫萨 好 那在法画经的方便评呢 就讲出来了 他说如来但以一佛成故 为众生说法 无有一成 没有什么二成三成 什么辟资佛成 圣文成 没有这种 若像有二成就是菩萨跟圣文 那或者是三成 他说但是佛法是有阶次的分 你可能可以先到这个阶 然后再帮你提升到另外一个阶 有一集一集 比如说你有出地菩萨 有十地菩萨 对不对啊 五地菩萨 但是他彼此中间没有任何的冲突 比如说讲楼梯 大家知道走楼梯吧 你不能爬到上面以后说 谁要那底下那个梯 你能不能这样想 不行啊 对不对啊 比如说你这个跑到二楼以后 要再到三楼又有楼梯 你就想说 谁要那个一楼那个楼梯啊 你又不会这么说 你不会啊 你如果没有一楼的楼梯 你就上不了二楼 你就不可能用上二楼的楼梯 楼梯懂吗 所以佛陀的教法 有没有什么这个圣文城 圆节城跟菩萨城 没有这个问题啊 圣文城 你如果没有圣文城的底子 你就不可能有菩萨城 因为你没有办法断热 圣文城最主要就是要解脱 就是要断热 你说修菩萨行的人 你要不要断热热 要吗 当然要啊 所以你要讲说 这个像刚才第三十七经 那个是阿安经 我不用看 对还是错 错啦 你就不知道说 你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跟大众接触 你如果人家跟你讲说 你讲的后话有问题 你就跟人家吵起来 就是因为你没有读第三十七经 懂了吗 这样你懂得 你没有学过三十七经 佛陀的开示 你就不知道啊 所以你就去跟人家争 结果呢 你就把自己的生命经济就往下掉 对不对 你还能够修什么菩萨行 不行 然后你去跟人家结宴 得罪众生 也是违反菩萨行 所以要不要写 每一部经你都可以写 问题是 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呢 就是不要讲到人家写这经 哎呀你这小成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说法 所以我们如果互相排斥 就有犯法的可能 因为你不能讲说 哎呀这个阿安经 都是错的 你讲这种话 就换了一个很大的罪 就是犯法罪 你看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看不是为主 忤逆诽谤证华吗 你佛陀说法 你把它说成是邪法 那就是诡谤证华 那可能会造成你往生西方极的世界的障碍 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当然这个天台宗 就是所谓这个智者大师的天台宗 他们在这个方等时的时候 为了要鼓励大家都来写这个新量大的大成佛法 所以就讲说你写小成佛法成就很有限 不能跟这个菩萨比 所以阿罗汉不能跟菩萨比 比如说他们去参加这个 这个维摩解祭师的这个大会 结果文娥解祭师是一个大菩萨 结果他讲的佛法太棒了 这个天上的天女 听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 就一直撒这个天花 天花乱坠听过 听过没有 就天花一直撒下来 一撒下来 这些圣文城的这些比阿罗汉 这花一粘在身上都掉不下去 怎么拍都拍不掉 可是掉在菩萨的身上 都没有一朵花会连在 就是表示这个 圣文城的还是有执着 对不对 所以天花掉下来在他的身上 就怎么拍都拍不掉 懂不懂 所以这个就是要来告诉说 你们还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应该来修菩萨行 但是你能不能讲说 这些什么 舍利弗 木剑萨 真是没用 那这连天花都拍不掉 还有什么神通 你这样解释 你这样了解就错误了 那只是维莫贼基士 要让这些人说 你们不要修到阿罗汉就满足了 你们应该更上一层楼 修菩萨行 那所以这是在 黄等时的时候 再过来讲波折时的时候 他就不再讲大肠小肠 那到法华涅槃时的时候 就讲说大肠小肠都是安利的假名 都是一个名相 只是一个假名而已 没有真的大肠小肠 所以佛陀的本怀就是只有一个 叫做一佛肠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1950年的时候世界佛教徒连了一会 就做开会 就决定说以后 对这个南传 一般人都说他们是小肠 对这南传 称他们小肠 这种是多少有一种贬义 说我是大你是小 只要有大小就有诚实了 对不对 就表示我大你小 对不对 本来就是你就是自以为了不起 所以就决定说以后不可以说小肠法 不可以说他是小肠人 OK 所以从1950年以后就改成说什么呢 就称他为上座部 上座部法 上座部 知道吗 就是他们传承的是阿难尊者的传经系 因为佛陀这个涅槃以后 不是有两个重要的体系吗 一个就是阿难尊者传的都是经 就是都是经法 那优婆礼大家知道优婆礼呢 他传的都是律障 就是戒律 所以就有两个系 一个系是顺着阿难尊者的经法系 一个是跟着优婆礼的律法的系 所以两个系统 那这两个系统 这里所谓上座部 他就是说他是阿难尊者的那一系的继承人就对了 这样说就好 所以他们认为说阿难尊者亲自传送出来的一些经法 所以他们只写他们的东西 他只写阿难尊者 就因为他认为只有那个才是阿难尊者所送出来的佛陀说的 他们是认为这样 那这个我们也不一定要同意他 那当然这个不重要 所以呢就讲到说以后就称他为上座部的这个佛弟子 或者是他们那个佛法是上座部的佛法 这样听懂吗 那如果说你念这上座部太麻烦了 有些人讲说南传了 你如果讲南传大概也不太有可能会跟你起冲突 不太会有 所以最好是讲上座部 你如果不行就讲南传 那我们就讲说我们是汉传 我们叫做北传 再过来这里就是有讲到 刚才已经比翼已经讲过了 就是牛车路车跟这个洋车 洋车路车牛车 那这个大方等大吉经里面 是有这个经文就讲说 骑乘广大顾名大乘 就是说那个Vickel或者是ship 很大可以载很多人 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大乘 这是这部经里面有讲过这个 那再过来就是说 在早期的佛教 其实是大乘小乘是同时都存在的 同时都在都有了 一开始就佛陀在世 以后都一直都有 只是早期就是在他们印度的历史记载里边 大部分都记载这个是上座部的 就不太记载这个大乘的这些佛经 所以他们就讲说 哎呀这个大乘是你们后来自己写的 当然这些都是天机分子 这就是盲目 这个无文的这种欢呼 我们不跟他争 他讲说我们这个什么华经 那年轻都是一些 这个 这个 一些所谓大师写出来的 那这东西我们就不跟他争 好 那再过来 我们就引用这个南海济规内华传 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部内华传 就是那个益敬华是写的 他上面就有讲 讲到说 这个其四部中 就是讲说 当时啊 当时有北印度 南印度 然后有西印度 什么东印度 那就是当时的佛教的区域 他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其实应该讲十八部 应该讲十八部 那就上次我忘了跟大家讲 我们讲到截然菩萨的时候 有没有跟大家讲到说 是关公 是我们中国自己弄的吗 对不对 原来截然菩萨是有21位菩萨 所以在佛教的经典里边 一讲到截然菩萨 应该是讲21位 就是有18位 讲18罗汉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有18位加上 本来是18 那为什么会变成21呢 就加谁呢 就加这个波斯尼王 还有加这个齐头太子 这是波斯尼王的儿子 不是起树及孤独也吗 就是起树 就是齐头太子的树 然后再加一个就是 是几孤独长者 这三个呢 因为他们真的大力复食当时佛陀的教法 所以称他为护华 所以称他为护华 就变成所谓的截然 截然的意思就是道场的意思 道场的护华 所以你如果听到人家讲截然菩萨 如果在印度来说是21位 那我们在中国就生下截然菩萨 就是用这个观灵场观工 来代表21位这样 顺便提一下 那这里就讲到说 这个义庆华是说当时啊 有这么多的区域都有学佛 那实际上呢 每一个区域啊 就是说都有佛法 但是呢 他说只是呢 有一些比较重视 比如说想说这个 北天就是 天就是印度了 印度北部呢 跟南海 就像现在的西南啊 西南啊 越南啊之类的 那这个呢 他说这些呢 这些基本上呢 都是比较我们所说的小城 他就用小城 然后他没有用上座部 OK 那就是圣文城 他说神舟赤县之乡 神舟赤县之乡 的意思是什么 神舟赤县的意思就是中国了 我们就讲我们的China OK 就是神舟赤县 那为什么会不会特别讲赤县呢 就是讲汉族 汉民族 就是汉民族居住的地方 你知道我们中国有汉满门回藏苗 对不对啊 有苗族啊 有回族啊 那他特别指的就是说 我们叫做汉传佛教 懂了没有 讲汉传佛教 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中国人讲中国话的这些人所学的佛教呢 是属于大教 属于大长 那他说其他呢 都是混杂的 都是一直都是混杂 不是说这些全部都是大长 也不是这些全部都是圣文城 不是 所以呢 那他就讲说 那我们要怎么来分呢 他说啊 他说啊 若理菩萨 读大成经 我们称他为大成 就是说愿意相信有菩萨 也愿意拜菩萨的 然后愿意读大成经典的 我们就称他这种叫做大成人 这是义进华师说的 那他说 可是呢 如果他反对 他不相信有菩萨 就像南传的很多佛弟子 他不相信有观音菩萨的 他们不相信有的 他不相信有地藏菩萨的 那所有菩萨他们不相信 他也不相信有什么 这个药师佛的 他们不相信 所以他们就是只相信 释迦牟尼佛 他也不相信有阿弥陀佛 所以像这种人呢 当时我们就称他为 这个圣文人 就是这个小常人 所以这个是义进就这样分了 就是说愿意相信有菩萨的 有其他佛的 那方佛的 我们就称他为大成 那如果是不愿意相信的 不相信有法华经 华严经 什么任言经的 那这种人呢 我们就称他为小常 这是义进华师这么说 所以世尊时代并没有 真正有什么大成小常 所以早上 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这一段 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就不再说 所以我们就讲到 所谓的 申文城的修正 申文城是怎么 说修正为主呢 是一 十二一年法的明鉴 然后呢 开启八正道的正鉴 然后接着修习出世间八正道 所以八正道有 世间八正道 跟出世间八正道 那要西头环以上的人 才可以修出世间八正道 因为他已经有正见 像我们现在所修的八正道 都是世间八正道 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 差别在这里 所以他说 是要有正那 修习出世间的八正道 然后呢 就能够 他就能够正国 正道 正念 所以是正面底下 我们佛教所说的定 跟一般人所说的禅定 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 他心中什么念头都没有 他的定功很高 这是我们佛教经 错了 那个是外道的定 我们佛教的定是正定 正定是什么 根据正见 然后呢 你言说话 你行 你做什么 你从事什么行业 你一概都是 都一定要跟正见相应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心就能够定下 你就不会 心就不会再砰砰乱跳 这个叫做正定 所以我们佛教讲的定 是这种定 有正见的定 而不是讲说 我做正在念 佛一个十分钟都没有杂念 我定功好高 你那个是禅定的定 不是佛教所说的定 那你说 那个十分钟都没有杂念 好不好呢 好啊 为什么不好 不打望想 当然很好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把它误以为 是我们在追求的定 我们不追求这种定 我们追求的是 八正道里边的正定 就是一切的一切 都要跟正见相应 所谓正见就是 你都要讲到说 一切 延期法 全部都是无常 都是便利法 你如果跟这个不相应的 你讲的东西跟不相应 你就不是正义 你做的事情跟这不相应 就不是正业 你从事的工作 跟这个正见不相应 你就不能讲说 我是正命 OK 所以你如果去做一些 不好的行业 你就没有正命 就是表示 你还没有真正相信 延期法 那我们在这里 在讲到 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我就不再说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你看我们在讲 我们修行念佛法门的人 有没有所谓的小城大城 你认为有就错了 你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OK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去学什么法 你看 你看 极乐世界的纵苗 这个齐音演唱 五根 五立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你到那边是巨细 每天都在写这东西 那这是不是 一般生文人在学的 都是啊 他们都在写这东西 所以你要不要写 帮圣道 你要不要写七菩提分 你要不要写五根五立 那因为前面的省掉了 比如说是四地啊 这个前面他省掉 那实际上就是三十七道笔 所以三十七道笔就是 所谓圣人文人在写的 也就是我们到希望 这个世界还继续努力 要去那边继续学 所以你还能够讲说 那个东西不是我要学的 对啊 错 你有这种想法是错了 对不对 因为你到那边就要学这个东西 那再过来就说 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信仰会大呢 如果人家讲说我们未来要到西方 极乐世界去享福 对啊 错 错了 因为呢 大家看一看 齐土众生 常以清淡 各以一格 成众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刚上唐经课已经讲过了 我们信仰这么小吗 每天吃早点的时间 你要去参访十万亿个尊佛 还有十万亿尊佛国度的一切众生 所以上求佛道 消化众生 所以你忙不忙呢 忙得很啊 是不是 你一点都没有得休息的 你回来西方极乐世界 要再继续听 五根五粒七破地分八圣大分 对不对 那早上要出去 要去参访十万亿个佛国度的 这个上求佛道 消化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就讲到说 还有什么小成大成问题 有吗 没有啊